当前乐坛或许很多人依然还在嘴硬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 新生代歌手在线下的实际人气以及口碑到底如何 已经很明显了 01林俊杰最近的演唱会邀请了一位我个人很喜欢的歌手周深 有意思的是在这场演出之前 笔者发了一篇文章 大概就是给大家看看如今互联网上多少人讨厌周深 以及那些人找不到攻击点又如何人身攻击的 或许他们会以为周深这次在鸟巢现场得不到太多好评 然而事实却是 当周深登台以后迎来了阵阵欢呼声 现场的大鱼更是完美完成 和林俊杰一同合唱的《裹着心的光更是相当高质量》 微博的大量乐评人称赞 不少网友表示双处狂喜 除了一些奇怪的人还在说着奇怪的话 互联网商对于两人的合作似乎普遍好评 网络水军会说谎 但是线下实际人气和口碑很难说谎 同样是当演唱会嘉宾 为何华晨宇被喊下去 周深却迎来欢呼 梁阿 当初五月天演唱会的时候 五月天邀请了华晨宇去参加演出 现场观众居然一起大喊下去 而且还有人在场外喊着张碧晨的名字 诚然 这些人的做法并不礼貌 但是 这却实实在在反映了在下沉市场中 华晨宇的真实口碑 五月天演唱会有着大量听众都属于真正的路人 连真正的路人这关都过不了 那整个大环境对华晨宇只有好态度的 又还有多少 究其缘由 无非三点 第一点是歌手当打之年的时候的冠军泰出圈 实力无法扶重 观众难免认为黑幕 合章必成的纠纷泰出圈 给大众留下了极其不好的印象 本身歌曲风格特立独行 大众普遍几乎不清楚它的代表作品是什么 综合以上造就了如今的华晨宇 量撒 至于周深 虽然互联网关于周深的抹黑不算少 但是各位如果仔细去看就会发现 周深的黑点是不存在的 关于声音审美 那纯粹就是每个人的喜好不同 算什么黑点 关于身高 体貌 这就更不是问题了 黑这一点的人完全就是纯稿子 至于黑OST 翻唱的 那就更是巴布的周深走下坡路的人 这样一位目前在主流音乐市场混得风生水起 且没有黑点的人 几乎可以想到的是 他并不会得到观众的虚声 只会得到欢呼 各位试想一下 一位真正意义上的路人 也就是不怎么关注娱乐圈的人 看到周深会是怎样的反应 第一 这个小伙子我认识 唱大鱼的 声音很高 第二 我在短视频平台看过他的唱歌视频 唱功很强 第三 这不是奔跑吧的那个谁谁谁吗 第四 我记得他好像在春晚唱了一首歌 当时觉得还挺好听的 一上 其实才是真正的路人 而非混圈的人 类似林俊杰这种体量的体育场受众 会去过多关注娱乐圈的人真的太少了 大多数都是路人 他们的眼中 周深就是一位唱功好 实力不错的年轻一代唱将 最后补一句 这次周深发挥真的很不错 应该能够在下沉市场拉到不少人气 期待以后周深自己的巡演 例如你 别有点 那么 你 感谢观看